第五十五届金马奖落下帷幕 内地青年导演胡博的电影《大象西蒂儿作》 爆冷获得最佳剧情长片大奖 此外还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和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然而,胡博本人却无法上台领奖 2017年10月12日 29岁的青年作家、导演胡博、彼名胡千 在北京东五环一状住宅楼的楼梯间里 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这个世界 只留下一部电影、三本书和几部短片 胡博死后,关于他为什么自杀的说法众说纷纭 然而真相如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 能看到的,只有胡博留下的这部是长四小时的电影 接下来,我将怀着沉重的心情 为大家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胡博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2006年 胡博在北京考试 顺利拿到了要报考的学校的专业合格证 但由于高考成绩没达到分数线,而没能被录取 之后,他回到老家,复读了一年,再一次落榜 在后面的考试中胡博又多次失利 终于在2010年,已经22岁的胡博靠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胡博就学期间,导演系列亦感注重艺术片的教学策略 大一到大二,导师布置的作业都是翻拍经典类型片 直到大三,学生才能拍自己的剧本 但胡博追求的是更纯粹,效重的艺术片 大一拍作业,大家都拍得不好 胡博也一样 但有的人已经能看出差别 他的作业是看不懂,我们作业是傻逼 胡博的同班同学原仲说 他的作业是看不懂,我们作业是傻逼 胡博正在进行拍摄 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过程中大四时 胡博参加了毕业联合创作 获选的毕业作品可获得学校提供的十多万元资金 同时申请了导演系和影视技术系的资金 结果两个申请都通过了 他一共提交了六个剧本 其中有四部是他喜爱的艺术片 但最终被选中的是另外两部惊悚 悬疑类型的商业片 而这两部毕业作品 让一些投资机构注意到了他的才华 双方讨论投拍悬疑片时 因为投资方提出要加床戏 而被胡博拒绝了邀约 2014年 胡博开始在ONE等平台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作品 同年 他还指导了短篇远格的父亲 叶奔 2015年2月 凭借短篇远格的父亲 获得第五届金靠拉电影节最佳导莲奖 同年 创作的长篇小说牛丫 2016年 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大猎 并凭借该小说 获得了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 首奖 同年 胡博带着自己创作的金羊毛 剧本参加了First青年影展创投会 经过初选 复选环节 最终入围电影计划 并去到First电影节面对近百家资方进行了提案陈述 之后 项目签约了冬春营业 以爱在樱花盛开时的片名进行了电影拍摄备案 此外 他还自编自导了短篇警理的人 青年电影节 胡博登台介绍他的项目金羊毛 2017年1月 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及大猎正式出版 2月 其指导的电影《爱在樱花盛开时》开始拍摄 由王小帅丹刚监制 这是他的电影淑女作 7月 胡博到新宁参加了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大师训练营 期间 在没有资金 团队的情况下 胡博用一天的时间拍出了一部短片 10月 出版个人首本长篇小说牛蛙 胡博个人首本长篇小说牛蛙 2018年2月23日 他的一座大象 席地儿作原名《爱在樱花盛开时》 金羊毛 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杰费比锡国际影评演奖 论坛单元 最佳处女作特别提起奖 10月1日 他的一座大象席地儿作入围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篇奖 而他则入围了最佳新导演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 之后 胡博离世前留下的一组文学作品结集远出的拉莫出版 11月17日 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看到有些媒体叛息 当时身边人应该多伸出援手帮忙 但我们没有人经历过死亡 何来资格评价他的离世纯属冲动 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他的决定 珍惜他留下的作品 正如大象可以选择奔走 也可以选择席地儿作